太后心下为难 一边觉得这门亲事极好 一边又觉得赵秀的年纪 尾时太小些 如果真要撮合两人亲事 那广平王续贤之事 就不能再拖了 至不及 也可以先纳个侧妃 把王府中盔捡起来 等到世子妃进门 再论其他 太后暗暗拿定了主意 看着赵秀 便笑得更加的慈爱了 让他吃茶点 还夸他头发生得黑亮 皮肤又白皙 令人将自己年轻时的一对 金香红宝石 泪丝簪取来 赏给了他 这时张氏刚刚挑好了 两盆菊花回来 一见太后的赏赐 便先吓了一跳 这如何使得 太过贵重了 恐他小孩子家 受不起呀 太后不以为意 挨家给他 他就受得起 不过是一对簪子罢了 如今挨家是个老寡妇 也带不了这些东西 张氏道 太后总有媳妇侄女啊 太后摆摆手 短不了他们的 侄女们早得了她的赏赐 况且赏了一个人 旁人也不好露下 才好一碗水端平 忒麻烦了 至于皇后 她愿意赏 皇后还未必愿意收呢 何必自己寻闷气声去 给了赵秀道好 赵秀生得白 容貌又端庄 这簪子 最沉他不过 张氏见太后执意 只好命赵秀收了 又让孙女谢恩 赵秀照着宫里行来 倒也不十分的委屈 只当是败了个长辈 接着太后又与张氏说些 菊花养护的窍门 还要留饭 谁知工人来报 说皇上要过来 陪太后用午膳 不时便道 太后只好作罢 张氏便拉着赵秀 死别出来 这时离午膳 其实还有些时间 张氏带着赵秀 出了慈宁宫大门 便寻思 是不是该在出宫前 顺路去昆宁宫请个安 张氏从前进宫来见太后 巡礼总要往皇后那里行个礼的 总不好无视人家义公之主 不过如今皇后告病 去了只怕也是白跑一趟 所以张氏便有些犹豫 再者 他们身后还跟了两个斑花的小太监 是奉了太后之命来做苦力的 要跟着出了宫门 把花交给建南侯府蒲从 才会回转 如果他们要往昆宁宫去 岂不是爱找这两个小太监 回宫复命 赵秀便对张氏说 既然每次入宫都要去请安 今日就不好不去了 皇后正病着 别叫他多心了 以为我们家也是捧高踩低的人呢 若是皇后不便接见 我们就在昆宁宫外行个礼 尽一份心意就好 至于这两位内侍 不如让他们直接往宫门去得了 免得他们搬着花盆 多走了冤枉路 过去辛苦 张氏便答应了 又给两个小太监 个人塞了个荷包 里头装的是一对金猪 两个小太监闻说 脸上都带出笑来 进宫夫人与赵大姑娘 实在是宽厚续下 都欢欢喜喜地抱着花走了 赵秀与张氏身边 就只剩了一个领路的宫人 不过昆宁宫那边 张氏也不是投一回去 也没什么可担心的 祖孙二人便转道往那边走了 昆宁宫中一片安静 宫人们都神色肃然 眉间还略带点凄苦 却不敢十分露出来 只是行动说话都透着小心 听说是贱南俊宫夫人 携孙女来拜 宫人也不敢擅传 入殿内问了皇后的意思 才出来说 养尿卧病 不便照见 到郡宫夫人盛情 她心领了 娘娘还说 往日只到府上寻常 今日才知 果然是厚道人家 请夫人自往家去 等来日娘娘病欲 再进宫说话 张氏听了 不由得露出了几分诧异来 赵秀悄悄地扯了扯她的秀脚 她回过神 拉着孙女在宫外 依礼拜了 便安安静静地退了出来 等出了昆宁门 她才忍不住说了句 皇后娘娘 这又是何必呢 旁人未必就不敬她了 如此多心 与凤体有何好处 赵秀瞥见有人过来 忙扯了她一下 张氏就闭了嘴 见来人是个少年男子 忙把头一低 拉着赵秀匆匆离开 那少年却已隐约地 听见了他们的话 脚下不由得一顿 远远望了过去 谢湘飞走进了昆宁宫正殿 只见殿内一片冷清 连一丝的人气都没有 她皱了皱眉头 问皇后从娘家带来的宫人 娘娘在哪里 宫人含泪答道 在后头小佛堂里呢 这些日子 娘娘每日都在小佛堂里 超经祈福 不顾自己身体虚弱 也不肯见太医 甚至不许人留在殿内 听后吩咐 小少爷 你劝一劝娘娘吧 奴婢担心娘娘再这样下去 身子会撑不住的 谢湘飞默然点了点头 便大踏步走进了殿后的小佛堂 这里是个用必杀厨 隔出来的小房间 地方不大 原是先帝 原后五间小蝎的所在 南墙下有一扇大窗 修了个木炕 天气好的时候 会有阳光照射进来 晒得整个木炕都暖洋洋的 先帝元后去世后 这里多年没有主人了 到新军登基时 已经破旧不堪 便照着皇后的意思 重新修起过 改建成小佛堂 先帝孝期内 皇后便在这里 供奉先帝的牌位 时时上香叩拜 如今周年孝期已过 他便改为 供奉一尊佛像 南墙的大窗被糊了窗纸 阳光透不进来 小佛堂里阴深深 暗沉沉的 弥漫着浓浓的香灰味 皇后穿着一身 压青胶领长袄 下着月白裙子 素素淡淡只输了个简单的原计 除了一根凤头金钗 也不带什么首饰 面上粉也不擦 就这么黄着一张瓜子脸 下巴尖尖 愣愣地跪坐在佛前的蒲团上 丝是挺随意的 双手也随便放着 右手上的一串念珠 都快掉下地了 皇后却仿佛毫无所觉 两只眼珠子 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就在那里发呆 谢香妃见状 不由得叹了口气 皇后说是在殿内礼佛修养 其实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她除了吃饭睡觉 以及偶尔与儿女们见面外 几乎全部时间 都像这样坐在佛前发呆 已经有一段日子了 她甚至连小女儿 都没有心思去照观 完全丢给了心腹工人 也就是一早一晚 过去看一眼罢了 谢香妃心里十分的难受 即使遭受到了重大打击 姐姐也不该变得如此的颓废 再这样下去 她就真的没救了 谢香妃的叹气声 惊动了皇后 她默默地转过头来 见是弟弟来了 脸上也没什么表情 只有眉头微微地挑起 你来了 她又转回头去 语气十分地冷淡 总是跑来做什么 我早说过了 我很好 你们不用惦记 只管在家过安乐日子去吧 姐姐说的是什么话 谢香妃皱着眉说道 姐姐如今在宫中受苦 我们哪里有什么安乐日子可言 母亲在家天天都要为你操心 生怕你把身子给熬坏了 每日都食不下宴 睡不安晴 父亲与弟弟也是坐立难安 为姐姐担忧 姐姐这话若叫父母听见了 心里还不定怎么难过呢 皇后轻笑 是吗 父亲与母亲的关怀厚爱 我这个做女儿的真是 敏感于心 她咬着牙挤出了最后四个字 每一个字都带着深深的怨念 深的连她的五官都有些扭曲了 是可惜 倘若父亲与母亲 没跟我提起送堂妹们入宫的话 兴许我还会多相信你们一些 属今 就以为我还像过去一样好骗 谢湘飞听了 也有些不自在 低头说道 母亲还在劝说父亲改主意呢 姐姐切莫担心 事情还未成定局呢 况且 父亲原也是担心姐姐在宫中孤立无援 皇长子身边少了护持 咱们自家的姐妹别的不说 总是会跟姐姐一条心的 皇后冷笑道 他们又不是我 怎会跟我一条心 他们若向进宫来助我 护持皇长子 倒也不是不行 先立个毒室 说永生永世 不去爬皇上的床 若有为事 便叫他全家死光 他们若敢立下此事 我保管立刻去跟太后与皇上说 召他们进宫 从此将他们当成 亲生的妹子一半 深信不疑 如何 这种事怎么可能呢 谢相飞无奈极了 谢家想要再送女入宫 就是为了替皇后雇宠 为了保住皇长子的储位 若不受皇帝宠信 那又哪里来的底气说这些话 可惜皇后一意孤行 只要有人想与她争皇帝的宠爱 即使是自家姐妹 也不肯容忍 为了这件事 曲水伯在家已经烦恼了许久 还不知道要如何跟兄弟们交代呢 而谢相飞自己 远也不希望皇后受什么委屈 因此与曲水伯夫人都在犹豫 能不送女入宫 还是不送的好 否则皇后在失宠后 又受娘家打击 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可惜曲水伯心太急 眼看着外头的传言对皇后越发的不利 就匆匆入宫 跟皇后坦白了自家的盘算 结果皇后激烈反对不说 如今看着跟娘家亲人也生分了 事情变成这样 且相飞也有些不知该如何了局 她只能劝说皇后 姐姐别说气话了 父亲是异族之长 自然是要为家族多着想 但对母亲与我来说 只有姐姐才是骨肉至亲 堂姐妹们虽是一姓同宗 却是远远比不上姐姐的 若不是不得已 哪个愿意看着他们入宫 来爱姐姐的眼 即使是眼下 母亲也依旧没有死心 希望能说服父亲改主意呢 说叫她知道姐姐在宫里怨她 岂不是伤了她的心 皇后听了 眼圈不由得一红 垂下泪来 不是我不知好歹 实在是 一听说家里有这样的意思 我就觉得像是被雷劈了一半 从前皇上对我再生气 不许皇儿们日日来见我 我也还能稳得住 不过日日送经静养 只等太后皇上消气罢了 有皇儿们在 他们总不至于真个废了我 可是若连父母至亲 都要置我于不顾 我这日子还能如何熬下去 倒不如早些死了算了 谢香妃叹道 哎 姐姐别说这些丧气话了 不仅会有这样的想法 也是因为姐姐一再犯糊涂的缘故 先前蒋家四姑娘那事 就是姐姐做错了 你又得罪了广平王府 那两家都是太后与皇上的至亲 他们怎会不生气呢 但气过也就算了 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 正如姐姐所说 有皇长子在 他们总有消气的时候 可姐姐若是一直这副颓废的样子 万事不管 别说太后皇上看了更加生气 就连两位皇长子看了也不像 外头的人 越发会觉得姐姐这个皇后没有用处了 从前姐姐稳坐中宫时 外头尚有人蠢蠢欲动 想要劝皇上广纳后宫 繁衍子嗣 如今皇后都不管事了 他们还不得更加的得意吗 皇上也不知道 还会不会再拒绝朝臣所求 若不去 后宫再添新人 过得几年又添新皇子 姐姐叫大郎二郎怎么办 姐姐若是不能护他们 难不成 真要叫他们两个孩子 去面对别人的算计吗 皇后的脸色更加的煞白了 不由得痛哭出声 那你叫我该怎么办 太后恨我 皇上怨我 如今连父母都置我于不顾了 本家姐妹想的是 如何借我之力 出宫夺宠 好成全那自家的富贵 我还能怎样 只要姐姐能重新振走就好了 皇上与姐姐 终究是十几年的夫妻 拥有皇子公主们 只要姐姐能挽回皇上的心 即使日后真有新人入宫 也越不过你去 我知道姐姐心中意难平 可如今已经不是你可以任性的时候 姐姐只当是为了儿女们 把心气收一收 做回一位贤良淑德的皇后吧 皇后浑身都发起了抖 很想说不行 可是话到嘴边 她又说不出口 正如弟弟所说 她已经要走到绝路了 她心中再难忍 难道还能难过 亲眼看着自家儿女受苦 也罢 就算是十几年的夫妻又如何 她既无心 她便修 不过是做戏 难道她堂堂侯门贵女 一国之母 连这点小事还不会做吗 皇后抹去脸上的泪水 深吸一口气 好 我就听弟弟一回劝 只是 我告病已久 只怕外头人 都早已觉得我不中用了 太后与皇上又恼我的很 即使我有心振作 也未必能成事 谢湘飞见姐姐振作 脸上也露出了微笑 姐姐不必担心 当日宫中消息外传 虽然流言纷纷 但太后与皇上 一律说你是病了 没提别的 更不曾停了姐姐的中宫肩表 姐姐只当自己是真的病了 好生地休养身体 把自己收拾得精神些 先时 找些外命妇 或是宗室亲眷入宫说说话 只要让他们看见姐姐 仍旧是昔日贤凉的皇后 他们自会把消息传开去 不许姐姐多费心 太后与皇上见姐姐好起来了 自然也会渐渐地消气的 兴许一时至间 他们二位 不会像过去那般 与姐姐亲厚 但总有会一心转意的一日 皇后听得暗暗点头 旧以你所言 过两日 你让母亲递牌子请见我吧 我想她了 不过 她又忍不住耍了点脾气 不过 我不耐烦见旁哥 让母亲别把三姐四姐他们带来 殷亲家的女儿也不许 哼 其实父亲也是妄想 我才触怒了太后与皇上 太后皇上正在气头上呢 恼我还来不及 又怎会再答应别的谢家女入宫 说有我引荐 那就更不可能的成事了 父亲怎能连这点都想不明白呢 谢香妃又叹气 只怕屈水伯不是想不明白 只是存了侥幸之心而已 太后与皇上 总要为皇长子着想的 如果皇后真的无可挽救 后宫里总要添上新人 与其那些外姓旁人 对皇长子未必心还好意的 那还不如那个谢家女算了 至少谢家女 不会加害皇后所出的皇子们 说服了皇后 谢香妃也不多留 便行礼告退了 她终究是外男 又想顺路去看一看两位皇子 若能劝说他们到昆宁宫 来探望一下皇后 兴许会让皇后更为振作 可以做个皇后 如果是一位皇后 不明后 不明后